或者焦點也要講一下TESA 今晚看到Chart Room 也有人留言想問 不如順便說一下 因為公佈了業績出來之後 市場反應突然好像好看好 所以我上去吧 Chart Room 但這位朋友是蟹貨 他說之前是一千元蟹貨 可以怎樣處理呢? 說真一句 你一千元蟹貨 雖然說蟹貨 但你也擺放到今次今日 也有幾強的撤貨能力 因為最低落到六百二十元 那不知他有多少貨 是的 可能他也不多 所以我猜如果不是太多 又有持貨能力 那你就繼續拿著它 當然我覺得昨天這一棍 當然明顯反映了業績 你可以說業績比預期好一點 其實美股的預績 很多時候都是跟預期比的 不要理會你的數字最終是否真的好看 但你比預期更好 可能預期調整得很低 其實稍微比預期更好 也有得彈的 這是很正常的 美股很多時候都是這麼直接的反應 所以這次也一樣 第二季的數字 Tesla是真的比預期更好一點的 但當然以增速來說 其實比第一季是慢了很多的 這也是事實來的 所以我只覺得 看看大家放在什麼角度而已 但是昨晚明顯地放在預期那邊 就是比預期更好 以往很多時候反而它帶著市場 彈上來多或者上升 但是很明顯這刻它彈得比較少一點 所以昨晚可能稍微追回多一點這個引數 這是第一點 但是我覺得前景要望的地方就是 當然其實這次你看大數比預期更好 或者你說交付量的賣車其實不差 但是問題也是一個無利率 也跌了下來 那邊的利率也跌了下來 我想看看接下來的成本問題 可否第三季打後慢慢有跌的改善 這是第一點 還有我想近兩天討論得多的 就是它將Bitcoin變回現金 是的 這個做法其實要看看最終它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看看當日它買Bitcoin的價位 和你現在相反而是沽Bitcoin的價位 它這裏都是要輸的 它都是要有減值的可能性 所以我看一看之後它對蜘蛛的取態 這也會對股價有些影響 但是暫時如果你說有貨 我剛才提到可以先拿著 特別技術上說 昨天這一棍的照片 小小破了過去由5、6、7月 輕微上升三角形的狀態 項線位大約是7、8、20元左右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向下 沒有下跌7、8、2樓下 沒有下跌這個區間裏面 繼續向著上網 因為整個範圍 剛才提到最低6、8、2 而所謂項線位是接近7、8、2 7、8、2鬆肌 也有100元 如果真的能夠站在7、8、2樓上走 走回這100元 可能真的稍微扯回高一點 其實是不奇怪的 所以我覺得不妨繼續 先拿著它 我想暫時來說 可以在這些位置 做一個 繼續偏中線的部署 別聽我猜こう一點 在這個位置 我剛才會吃 Management